台面上台面下都有 鴻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提出要找侯科两个人 喝咖啡谈合作 让侯怡大虽然说 自己在被征召后 曾三顾茅庐 但却不得其门而入 对此郭台铭则回应 过去让他过去吧 不会预设立场 再度抛出了橄榄枝 另外在民众党这边 柯文哲面对媒体询问 笑而不答 对在野合作 留下香香空间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来到屏东 才进挺郭议长 周典论大本营 面对郭台铭前一天喊出 要找侯科两人 喝咖啡谈合作 更拿三只小猪比喻 团结才能达到大野狼 侯友宜似乎不以为然 侯友宜拿过去三顧茅庐当当剑牌 让郭台铭好尴尬 而那边柯文哲则不愿多做回应 柯文哲笑而不答 替在野合作 留下香香空间 不过蓝白锅各有各自利益 要想整合 恐怕有难度 来应强调 何友宜当主帅才有谈判空间 郭台铭首次对蓝白阵营 试出善意 但在五一期征召后 和何友宜结下的心结 恐怕不是喝杯咖啡就能轻易化解 记者综合报道 ιά dam 阅 刀 侍 uro m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